我們看第一題 是問說 200到500之間 所有被9除於1的自然數總和多少 這怎麼做 我就假設 這個自然數 能夠被9除於1的自然數 我就把它寫成 寫成9K加1 這個數的話 被9除1 那麼這個9K加1 它是介於200到500之間 也就是說 9K加1 介於500 應該可以寫等 500 還是沒有 之間 大於200 那這樣的話 我就可以知道說 K 它小於500 減1除以9 大於多少呢 200 減1除以9 那這等到呢 499除以9 499除以9 所以是55又有9分之4 55又有9分之4 然後這個呢 這個是等於 199除以9 928 928 22又有9分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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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於9分之1 所以K 它是小於等於55 大於等於 要比22又9分之1大的 那個第一個整數就是23 所以K是介於 55跟23之間 好 那我現在 那我現在 把這個呢 帶進去 把他全部加起來 現在 這個 這個 總數 就是K 從23到55 然後把每一個N 每一個N 加起來 就是9K 加1 這就是總數 好 好 這點多少 這是等於9倍的 寫在這裡 9倍的 Sigma K 等於23 到那個 55 K 再加 K 等於23 到55 1 好 這樣等於多少 這個 這個 等於是 相對是第一型面積 就是第一排 23個 再來是 24個 25個 最後一排是 55個 那我們可以用 算面積的那個方法算 上底是 23 下底 55 高的話就是它的 排數 它排數總共有 55 減23加1 就是 減22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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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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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 每一項都1 加33 那這樣就可以算出來 這個是78 除以2 23得6 298 這是39 39的話 他把他乘以33 39 或者是這33可以抽出一個來 就是等於33 他乘以39乘以9 加1 39乘以9 就等於40乘以9再減9 40乘以9是4936 360 減69 是351 351加1 352 就等於352乘以33 33乘以352 那這樣算出來多少 就352乘以33 396 3515 10 10 10 56 61611 1616 他以為是11616 對 11616 1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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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